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甚至有人說上萬天 在未來的不可預測的一個情況之下 每個人在這個地方他的一個警覺性都很高 只要個股一個震盪殺下去 可能有這檔個股的就趕快跟著跟著賣 就怕是最後一隻老鼠 但是呢我們從整個格局上面 我們來思考來講的話 避險水位有沒有升高 3X摩台場內的外資避險水位有沒有升高 沒有 台幣股市的量有沒有報大量 有沒有千億吧 很溫和就在千億 今天是比較稍微少一點點 但是也是接近千億 第三 現在整體上面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在技術面來講的話呢 雖然有一點就是說 看起來這KD值 周KD四連紅了 其實從周KD的那個地方 在上面那樣子還是持續往上 它是緩步的很緩的往上走高 從技術面來看 其實所以說我認為台幣股市 其實我認定一定有高點可以期待 從這方面內容 今天我要講股票講比較多 我們就回到股票了 重點 就重點還是在宣股 重點在宣股 那我今天談的股票就是說 長期以來一直跟各位做追蹤的 都沒有改變了 這檔股票是623的旺席 今天漲停 來到100塊 好 各位 過高嗎 我之前在這些地方都跟他 都跟全國投資朋友講過前高105 我不認為他是一個高點 我們來看他怎麼過啦 各位仔細看5月16號的84塊 看清楚喔 5月16號的84塊買進啊 各位 我要先跟各位談 旺席之前我們先賺過一波 而且這一個波是包含波段單 加碼單都賺過 現在是第二次重新的一個做好動作 84塊買進在5月14號 5月16號這一天 你繼續看下去喔 5月23號的90塊 這個地方是所謂警線的位置 甚至也當時是季線的位置 突破之後的回測 我們加碼單進場 5月23號 對吧 90塊 我跟各位談到了 檢測設備 我跟各位談到檢測設備 今年預估量 好 所以說 這些數據 它都不是最新的數據 而是現在 我們要回頭來看 它今天漲停 但是它並不是每天漲停 它今天過高 它是運用了什麼時間 在突破之後 它做橫盤 它也有震盪 在突破之後 它甚至於再壓回 在壓回之後呢 今天呢 再漲停 過高 我第一句話要問全國投資朋友們 你操作個股 能不能接受像這樣子的個股的走勢 還是你希望買進去就是要 砰砰砰砰 三根 就趕快賣掉 如果說你是要買 砰砰砰砰 砰砰 砰砰砰 那個 我沒有 但是如果說你認同孔祥詞 你能夠接受個股這樣子的走勢的話 買進去以後 它或許先橫在那邊 它沒有馬上動 或者是買進去 它動個一兩根 它有壓回 開始橫盤 過高 又橫盤 橫盤是要給它時間嘛 你要耐心 震盪的時候你要有信心嘛 所以說我給各位的股票 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不是給各位 砰砰砰的股票 是這樣走的股票 各位 我們的波段單 84塊 到現在 100塊 賺了16塊 我說的話 我負全部責任 加碼單 我沒有給你算 我加碼單還有92塊的加碼單 過去幾天 在這一段地方 押回來的地方 我的會員都可以為我做見證了啦 這個我都不用跟各位談 我只要跟各位談 波段單84塊到100塊 賺16塊 賺16塊 這是旺系 我跟旺系 我要跟各位談旺系的一個 一個原因就是說 這樣子的個股 它可以讓你 真正的在一檔個股的操作上 你要給它一點時間 因為 它既然不會 砰砰砰嘛 它不會說 每天都不浪費時間 漲足7個percent 我的股票 不是屬於這樣子的個股嗎 所以說你要給它一點 如果你認同這種操作策略 就一檔個股 從佈局 給它一段時間 然後讓自己成為更有錢的人的話 那代表就是說 你認同我的操作理念 那旺系是這樣的 我們繼續走下去 那你應該知道我第二檔講哪一檔 TPK吧 今天也在創新高 這個是我盤中印的 那時候還沒有 我們可以請導播把TPK 3673TPK今天的K線 我們請導播把它掛上去 以最新的K線來請全國投資們看一下 TPK目前的一個走勢 這是當日走勢圖嘛 今天295嘛 進漲停收在294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K線秀出來 日K線 導播 各位 今天是在創新高 295收在294嘛 各位 TPK這一檔個股 我相信不是只有一天啊 跟各位談 這個地方的出手點 這個地方的出手點 各位還記得嗎 你如果這個地方來不及 好像是一個M頭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竟然回撤頸線212 它來到211.5 我們再出手買進啊 我們不僅不會認為它是M頭 我們認為這個地方是最後絕佳的買點 這一天是5月14號 各位啊 看清楚是不是5月14號 這個地方 把握再度起功點 我跟各位談到了 它是新的應用啊 因為穿戴裝置啊 還有平板電腦的口字貼便全貼盒啊 穿戴裝置裡面用銀線奈米 因為它是 所謂的 所謂的彎曲螢幕嘛 曲面的螢幕 你要用的觸控 你要用銀線奈米的觸控 銀線奈米的觸控這個部分 它才能夠follow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要求啊 它的毛利率會很高啊 那再來就是說 六面強化玻璃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Toucher LAN的解決方案 未來極有可能會成為 iPhone 6的5.5吋這邊的一個Solution 如果說你能夠接受 各位啊 你跟著我 你會經歷 如果第一批的人 我的救會員買在這個地方 你跟著我 一開始你會很痛苦啊 攻上去喔 沒有賣喔 壓回來 沒有賣 又給你一次機會 攻上去看起來好像可以賣 到這邊對不對 沒有賣 居然壓回來 居然當天5月14號 跌破212來到21.5 當時的216買進全面套牢 你跟著我也是會很辛苦啊 各位這一段時間啊 嗯 可是問題 趨勢 中將造就股價 對TPK來講 他走上去 有橫盤 有震盪 有橫盤 有震盪 開始噴出 漲停漲停 今天再過高 來到295 如果你人 你能認同孔祥之士 這樣子 帶團隊成員做這樣子的一個 操作個股的話 我歡迎你加入孔祥之的團隊 如果你只能加入就是 砰砰砰這樣子的 我也祝福你能夠賺到大錢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股票 你可能跟著我有一段時間 要比較辛苦喔 我又不是個神 但是我中將 我知道趨勢中將造就股價 這句話我相信啊 但是我絕對沒有把握說 我切進去以後 當天就可以 然後第二天 第三天繼續 繼續 我沒有這個能耐 我一點這個能耐都沒有 我告訴各位 你尋求這樣子的 我沒有辦法帶給你這樣子 甚至於我會 帶給你有些時間的痛苦啊 買在這邊居然還 來到211.5 再次回撤警線 可是趨勢中將造就股價 我仍然是帶著我的團隊成員 賺到大錢 各位 212到295 已經快賺到100塊 一張已經快賺到10萬塊了 各位啊 這是我帶給團隊成員的績效 哪怕有一個短時間 在那個地方非常的辛苦 可是中將造就股價 我們可以成為更有錢的人 你看 這是TPK 都沒有新的花樣 新的股票嘛 再來跟各位談到物聯網 好 物聯網嘛 Next big things 誰都知道了 那問題就是說 從這裡面挑股票啦 挑股票該怎麼挑呢 我想在過去的時候 你也知道 這些個股 是我看好的股票嘛 8048的得勝 今天漲停 創新高 對吧 你跟著我 我跟各位談 加碼單我都不要算 我都不跟各位算這些了 我相信我的團隊成員 績效怎麼樣 他們非常清楚 我跟各位談破斷單 我買在這個地方34塊 今天到45塊半 賺了超過十塊錢 超過三成的獲利啦 我給你算這邊的 各位 你跟著我的情況就說 像得勝你跟著我 你一跟進去 還不錯 攻上去 攻上去 可是這一段時間 就橫在這邊了 橫在這個地方 我們 我們就繼續報老啊 可是他今天漲停就過高啦 就是說 你跟孔祥子買進個股 我沒有辦法有效率到 每一天只要你買進來 每一天都給你7%的獲利 我沒有辦法 他可能有一段時間 像TPK 讓你短時間 有點 有點 各營 痛苦 有的時候買進去 上去 開始橫在那邊 可是 不管你橫盤也好 你給他時間 不管震盪也好 你要有信心 因為趨勢中央造就股價 得勝今天過高漲停板 物聯網 為什麼 各位啊 Cisco十億的美金升級資料中心啊 為物聯網鋪路 它Cisco最大 Cisco是它最大的major account 就好像IBM是 F1 rate的major account 最主要的客戶啊 一樣的道理嘛 好 這個是得勝 相信各位都不陌生的啦 你們一定會想 那孔老師 你的817的天宇呢 對不起 我們天宇賣掉 賣的點不是很漂亮 但是都是獲利 都是大幅獲利的 當然我不必做交代啦 可是我相信 得勝天宇那個時候 你們也非常清楚啊 我們是這樣子操作的 天宇是沒有 你看沒有了我就不會再講 好 繼續走物聯下去 物聯網 還有什麼呢 那你們也知道啊 今天他可能沒動 但是你認為我會 我會把他丟掉嗎 我不會啊 我還是看好他啊 哪一檔應該猜到了吧 6160的星際啊 今天收在這邊啊 好 各位4月25號當天大跌 171點核式衝擊 他來到27塊 過景線31塊 之後漲上去 他有橫盤再攻 現在又橫在這邊了 那你會覺得這個短線 衝高到這邊 過前高 還能買嗎 那這星際月線 10年線36塊 這個地方才要 剛大多頭的開始 從月線來看 他是股價位階 在低檔 對吧 那你回頭再來看 今天星際是物聯網的一個受惠 我要跟各位談到的就是說 三個重點 請問全國投資朋友們 1400多檔股票裡面 有哪一檔股票 他的毛利率高達40%以上 我說記得毛利率喔 但是股價只有30幾塊 有哪一檔個股 他的研發能力 你毛利率高 就基本上是研發能力就強 不僅如此 未來他的量會擴大 而且他的毛利率還會更提高 因為他跟華漢做策略合作 將來的量可以放大 但是呢成本又可以降低 所以說未來 記得毛利率四成以上還不夠 將來還可以搞到五成以上 有哪一檔股票 三十幾塊的股票 記得毛利率可以挑戰五成的 你可以告訴我嗎 6160的星際 他今天沒有漲 我跟你談 我持續看好他 有壓回 我持續買 物聯網 新的產品 這個月再出貨 給誰 亞馬遜 這個沒有改變 好 繼續談下去 當然就是還是物聯 我跟各位談到物聯網的話 就是說 短距離的傳輸 Wi-Fi或藍牙 它這個地方 是用中 低容量的 立基型的DRAM Machine to machine 這個就是物聯的意思 中長距離傳輸 它會用到2.5G 或者是什麼樣 GSM都一樣 反正這個部分 就要用到MCP 你要用到MCP 你就一定會用到Name Flash 這個部分 你也都看到了 再來被動連接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 PA 各位 對吧 講到PA 是不是洪捷科 我沒有穩帽 我沒有全新 洪捷科 今天有沒有過高 我都不跟各位談 加碼單的操作獲利 不跟各位談 我說我的波段單 在5月28號 23塊3買進 攻上去 它橫著 攻上去 又橫盤了 各位 拉回四天 我仍然看好它 但是 你跟著我買洪捷科 你就要忍耐這四天 這四天 一趴都不給你獲利 但是今天 它可以跳功 來到28塊3 超過 兩成 三根停板的獲利 也是物聯啊 這是洪捷科 再來 還有一檔 既然是物聯 所謂物聯 就是萬物相連 萬物相連 萬物相連 就一堆的 Data 一堆的Data 就是海量資料 海量資料 我就要留意 甚至於 有一家公司 最主要的客戶是 IBM IBM 這家就是安瑞 一直跟各位談 全球15個資料中心 為了應付未來物聯的來到 一定有所謂的海量資料 他要把他的資料中心 做有效的擴展 提供360億的資金 台幣 來把這15個資料中心 做擴建 各位啊 3664的安瑞 今天是不是也過高 各位 這個景縣42塊附近突破之後 它橫在這邊啊 各位 報勞啊 忍耐啊 橫在這邊之後 上去有震盪啊 上去 過去兩天又震盪 那今天過高啊 我說前高55塊8 你怎麼看 第一季賠3毛6 全年會賺2塊7 預估 這種股票你要怎麼看 我全部都講在前面啊 3664的安瑞 今天過高 他也是我們的股票 到目前為止 你應該看得到 相關的個股 我們全部都是大幅的獲利啊 好 我想建策就下個階段再跟各位談 但是在跟各位談之前啊 如果說全國投資朋友們 你認同一檔個股 在橫盤的時候要給他時間 在震盪的時候你要有信心 你跟著我做所謂的 準備起功之前的一個低檔做好佈局 坐在教宗的動作 我歡迎你認同孔祥詞的人啊 今天能夠參與孔祥詞 我想孔祥詞一路以來 其實你看到這些個股 剛剛跟各位談到這些個股啊 我們都是兩手策略 一個波段一個加碼 加碼 來回做所謂的價差獲利 那波段單 就是一直咬在那個地方 這個部分呢 就是波段跟短線兩種策略 這是三二一計畫裡面的二 那當然三檔鑽石 就三檔標的 用第一手資訊佈局嘛 你可以看到為什麼可以買在第一檔 因為我們掌握到第一手資訊 而不是所謂免費資訊嘛 另外 因為有短線價差的操作 所以說經常很快的時間 就因為利上加利 而累積到一倍的獲利 這就是我們倍數三二一的一個計畫啦 那倍數三二一的計畫 現在我要跟各位談 這一檔個股位階現在是在低檔 而且下半年營收獲利會走洋 最重要它位階低嘛 股價的位階低 現在橫在這邊 是不是你的機會呢 那當然你跟我買進去的話 買進去它橫盤 它橫在那邊 你可能給它一點時間 我沒有辦法帶你買進去的時候是 啪啪啪 但是你跟我買進去的話 我可以讓你成為更有錢的人 這個部分的操作方式 你應該了解了 你就應該知道 該怎麼樣做操作 這一檔個股要各位把握 如果說你認同孔祥詞的 倍數三二一計畫 而標的股也幫各位選好了 那麼我提供給大家最大的幫助 加上你該有的標股 讓你先坐在教中 讓你真正 馬上有錢 很簡單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結論 希望全國投資朋友們 好好把握 今天的這個打電話的機會 把過去的印證 化為今天的行動 把這個電話撥通 讓你知道 下個禮拜 要怎麼樣做好相關 一些新標的個股的佈局 這個部分 是給大家最大的幫助 好 我們跟大家分析先休息一下 馬上後來 來 永存國際投顧 誠信專業用心的投資顧問 堅強的研究團隊 創造滿意的投資績效 諮詢專線 0225428999 0225428999 甩掉農藥 歐盟有機雙認證 達克爾斯波米勒 果酥敬 台北市 七瘦奶 果酥福露 甲魚景美炸泡 四隻頭髮架 快來買唷 華庫新貼地 29301888 華庫建設 新年養 甩掉農藥 歐盟有機雙認證 達克爾斯波米勒 果酥敬 全台最冰涼 青少最消暑 集中樂園 帶你進入 冰與選擇 奇幻國度 優惠門票 便利商店限制熱賣中 床的世界 全新電動按摩調整床 床墊角度隨我調整 更享受更舒服 多點震動按摩 舒緩肌肉疲勞 冷暖和溫材質 給我最佳手睡溫度 更服貼我的身體曲線 床的世界電動調整床 只要月付2800 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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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五八折 現在來床的世界周年慶 全館床墊 五八折回饋 美國原裝喜夢斯 月付1250 電動按摩調整床 只要月付2800 還有超值加價購 請來床的世界 我附帶兩張牌直術正好 小火力士填兵的手機遊戲 正山 為了尋找最美的風景 紐約曼哈頓公園 倫敦海德堡公園 擁抱十五萬坪公園旅地 歡迎來到台南五塞東區 歡迎入居台南新地標 五塞東極 06-396-0222 LINE 命的威脅 只能盡盡等待 或是團結 奔力一搏 為了自由 將領人奔跑吧 全新地圖 給你來走 好 歡迎回到股市勝手了 接下來是要請孔老師 就手上的個股 做一些產業方面的推導分析 好 接著下來就講建策了 好 3653的建策 昨天Yahoo還收在125 我就跟各位談到 反正就是說昨天來破到124塊 我們就在125塊附近加碼了 買進了 那我也不知道 我會員是買在125 124.5還124 反正就在這個地方買的 那昨天沒有拉上來 收在125 我就跟各位談我買了 但是有一級的會員沒買到 因為我們是訂在121到123 昨天跟各位談是這樣的內容 那為什麼要這樣買呢 原因是因為上去的時候 我們加碼單在132塊全部都除掉 現在只剩破斷單 破斷單是93塊跟97塊 各位了解了嗎 這就跟兩手策略是一樣的 有破斷單有加碼單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昨天買 那當然或許就是說 昨天跌 那沒有人要跟你講建策 我告訴你建策 那當然今天他也沒什麼表現 今天是收在 我們請導播秀一下他的當日走勢圖 今天好像是收在127吧 3653的建策 導播 我們把它當日走勢圖 秀出來 當日走勢圖 導播 對 收在127塊半喔 那不錯喔 如果124塊買就賺3塊半 125塊買 可是問題這樣子都是小很極短線 沒什麼 沒什麼 老實說沒什麼鳥用啊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直接 直接就跟各位做印證啊 這一波上來是過高盤嘛 過高盤的時候 我們加碼單全數獲利出掉 剩下的破斷單93跟97啊 那你也可以問 你這邊沒有出 沒有出啊 壓回來 壓回來就壓回來 那沒辦法 你跟著孔祥詞的話 我跟各位談 我不跟各位打高空 我也不會跟各位 玩一些所謂的神技啊 你跟著我就紮紮實實的 耐耐性性的 真正成為更有錢的人 需要有時間 你不可能一氣自負 除非你去買大樂透 Lotto 你可以去買 所以說 你跟著我 你現在要思考 你不會一氣自負 但是你跟著我 給他一段時間 你會有很高的豐碩的獲利 那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102 最後的買點111 我都跟各位談到了 5月14號 漲停111非凡 當天急殺 洗盤甩叫 111出手買進 當時還跌破這個平台 各位 跟各位談到了 新的應用 軍熱片過去只用在遊戲機 導線價沒什麼搞頭 但是現在呢 他的軍熱片可以用在智慧手機 未來 只有可能平板電腦 這個部分 都跟各位談了 還是那一句話吧 這些個股我也不要這樣 現在跟各位重複談起了什麼 旺系 TPK 德盛 星際 彭傑科 安瑞 不要以為我的股票很多 不是喔 我是好幾集會員合起來 就這麼一些股票 還是那一句話 你認同孔祥詞的 反正孔祥詞就是 滿足一些 就是說短線的投資朋友 讓你們能夠真正的能夠在裡面 能夠得到快速的獲利 我也是盡我最大的能力啦 像這一檔個股 第一檔 現在就是你佈局的機會 坐在教中嘛 坐在教中 不要等他起功的時候再去追嘛 起功的時候那是加碼單嘛 下半年的營收成長 位階又低 這一檔個股你好好把握 把握這一檔個股 321的倍數計畫 我給全國投資朋友最大的幫助 給大家最大的幫助 加上標股 這樣子的標股 讓你坐在教中 真正的能夠馬上有錢 我想孔祥詞的說的話 我負全部責任 請全國投資朋友們 好好把握 馬上有錢的標的 好 跟著這個節目分析 其實我們下禮拜的節目了 我還是會很感謝收看 我們再會 我們下禮拜的節目